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书课老师,八人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海报具备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它的尺寸比较大 第二点呢,是它的辨识度比较高 也就是说远视强 第三点呢,是艺术性比较强 那么这点课呢,我们主要来学一下海报的用途以及它的一个分类 首先呢,我们打开Elast Trader 在这儿放大 那么海报就用途来讲呢 它分为四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广告宣传海报 它主要呢,传播到社会中 主要为了提高企业或者说个人的一个知名度 那我们先来看下面的这个案例海报 放大了,我们会看得很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牌 这是姚明座的代言人通过这个明星的知名度呢 来提高自己企业的一个知名度 这是很多企业常用的一种手法 也就是说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法 传播到社会中 然后提升自己的企业的一个知名度 有这样借力的一个作用 下面这两章呢 分别是个人的 提升个人知名度的一种海报的形式 明星慈善业 然后有它的代言词 在这边,在这个位置上有它的一个代言词 也是通过海报这样的形式呢 去提升自己个人的一个知名度 最后面呢,这张呢 是一个游戏的海报 很多像这种商业性质的海报 就商业性质的这种海报呢 他都会请一些名人 然后为他这个产品去做代言 因为我们会觉得第一呢 会觉得可靠性比较高 第二呢 我喜欢哪个明星 我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支持他 有到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像海报出现这些字体呢 在我们后期的课程中都会讲到 也很简单 书法题 然后加一些光效 加一些特效进去 然后第二个用途呢 就是现代社会海报 较为普遍的现代社会现象 为大多数人所接纳 提供的是生活的一些重要信息 我们可以就是想的多一点 然后让自己的思维更发散一些 在日常生活中 然后你会逛到用到一些吃穿 住行这些东西 你都会可以看到 它跟海报也是有关联的 最常见的时候你可能去超市 然后他有这样的超市的促销海报 或者说新产品上市了 然后他也会推出相应的海报 就他超市本身而言 然后他的一个宣传理念 也可以拿出来做海报 这个呢 可以倡导这种绿色 环保健康的这种蔬菜 也是以这种海报形式出现的 下面这张图呢 也是日日评价 家家省钱 这是超市的一个宣传口号 一个主标题 然后紧接着一个一级标题 二级标题 通常的话海报所具备的元素 它都具备色彩 然后从这个图像 如果你密麻麻的排文字 因为海报毕竟有区别于这个DM单 它以这个简单明了为主 把你所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现代社会海报 那么第三个呢 是企业海报 企业海报为企业部门所认可 它可以利用到控制员工的一些思想 引发思考 实际上就是说一些企业的文化 企业的一些理念 然后对于你这个作为销售人员也好 作为你内部的这个职工也好 它都是起到一定的控制你思想的一个作用 当然很多都是这个具有正能量的这些东西 代表着你的一个企业员工的一些精神面貌 然后一些你企业的经营理念 像团结啊 目标啊 志愿一些做销售的 我们会看到那个 保险公司一类的 或者说房产公司 都会看到墙壁上会有这样的一些话 然后配上这样的一个简短的字 这样文字 目标呀 口号呀 等等这些 都属于企业的海报 当然我们充销售的时候呢 也会有这样形式的海报出现 都是可以起到就是积极向上 振和人心这样的一些作用 第四个呢 是文化宣传海报 所谓文化是当今社会不可少的 无论是在多么偏僻的角落 多么寂静的山林 都存在着文化明星海报 从这个就是可以暴露 就老师的一个年龄了 在我们十年前吧 十几年前 上初中或者说更早上小学 那个阶段 我们看到这个画册里的时候呢 都会出现这样的明星的海报 当然那会儿还不叫做写真 那会儿就是叫做海报 我们知道的就是海报 一般杂志里会有这样 缠杂着这样的海报 那他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也是做推广 也是宣传自己 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演唱会啊 在看电影的时候呢 也会出现他这种个人的一些海报 然后海报呢 有这个时间地点 门票的价钱 以及你这个订票的方式 也会出现张贴 当然现在有了这个网络的传播 你可能这种传统的张贴呢 可能也会适当的去减少 但是他依然有他的一个优势 价格上也比较低廉 然后呢也比较醒目 比较大众化 你毕竟是 使用这个网上购票的人 他只是一部分 还没有完全普及 而且他们的形式也不同 受众的人群也不一样 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文化宣传 有这种美食文化的一些宣传 然后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 民族特色的 这些文化的一些宣传 都可以以这种海报的形式去出现 这是海报的一些四个用途 那么分类呢 也是分为四类 第一类呢 第一大类呢 就是电影海报 也是我们今后课程要着重要讲的 做一些特效呀 然后会大家讲 第二呢 是文艺演会 或杂技体育比赛的一些海报 赛事的一些海报 像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 礼约的这个奥运会 然后呢 也会设计一些海报出来 张贴出来 第三类呢 就是学术报告的海报 这类海报呢 做起来其实是 比较枯燥的 因为一说的这个学术报告呢 我们可能会想到 一个老教授是吧 戴着一个很厚很厚的眼镜 然后步履阑珊的 去讲一些东西 设计起来呢 可能也会比较死板 这个呢 后期我们也会说到 最后一个呢 就是个性海报 个性海报呢 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喜爱 它可能不具备一个商业性 然后去进行设计 这是海报呢 四个大的分类 那么这一刻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小课呢 开始讲这个电影海报的用途 以及它的一个特点 其中呢 也会给大家讲一点实战的东西 穿插几个海报自己的 长用自己的特效 希望同学们 准时收听 那么我们下小课再见